各位小朋友同家長 今天我想介紹一個閒曉畫給大家 另外可以準備一支HB的鉛筆 如果平時上課有學畫素描 都會用到HB 另外一支呢 知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原來我叫紙筆 紙筆的功能就是在我們上陰影的時候 可以幫我們推開的顏色 很簡單幾樣東西 那就齊全了 我們就畫一個好像用一點 畫一個小小的格 是不是很容易呢 將它組合一起 就好像一個正方形 上面可以利用我們之01的針筆 就是畫Lipper流水 可以首先畫一個 是不是一個圓圈 很容易畫呢 是不是 在Lipper的這個大圓圈隔離 我們可以畫一些小的 然後呢 要再轉動張紙 可以再畫一些小的 你看看 然後畫了這行 然後呢 在這行我們又再畫 有些大有些小才漂亮的 是不是 如果呢 你同一個形狀呢 就不行的了 就一般的 我們可以呢 不同的size 或者是我們可以轉動張紙 因為轉動的時候呢 你又可以exercise一隻手 因為大家可能 經常都在家 可能已經很少動動了 是不是 那動動一下手 讓我們可以靈活一下 那又怎樣呢 可以利用一些線 我們就把那些球 就連接了 首先我們好像選這條 把那些球 連接走 是不是好像一條呢 好像一些水一樣 像不像 它是流水的 你可以細細力 不用太大 如果太大呢 然後呢 把它連接了 好像在動動 是不是 然後呢 好 那不是就這樣就算了 那我們可以在中間 這些位置 再用一些線 這樣摘開它 它在動動 像不像在動動 有沒有觀察過那些水 那些水是怎樣的 它不會靜止的 它會動動的 是不是 有些波浪啊 好 好了 那我們就 初步就摘好了 那我們不要浪費了這支 掃描筆 我們可以 在這些圈圈裡頭 附近 打一點點陰影 給它們 是不是 讓它們更加 可以突出一點 好像有個感覺 在這裡 大家呢 畫的時候呢 就不用做這個陰影 不需要 拿死了一支筆 要放鬆手腕 輕輕輕力地去做 可以移動一下 那張紙 移動它 我們都可以 利用剛才我介紹的紙筆 在我們附近呢 可以幫它們推一推些顏色 這樣呢 讓它又可以均勻一點 周圍有些 不同的層次感 在這裡 有深 也有淺一點 那看起來呢 這個動感呢 就更加 好了 視覺效果呢 就會更加 就是 出來啊 是不是很容易做呢 這個呢 任何人都可以做的 甚至有些親子活動都可以 那我寫下呢 這個叫流水 好嗎 流水 這個英文呢 有一個叫 名叫 就是 叫 一個叫 叫 Rick Romans 的 閃曉道師 是 例如 另外 越來越 來越來越 越來越 越來越 越少了 越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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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心